在节目开始前,请先关注点赞,这是对我最好的支持哦 去年暑假,陈情令火遍大江南北,也火了王一博 王一博出生于河南洛阳,毕业于韩国首尔汉林艺术高中 中国内地男歌手、演员、主持人 2014年,以男子组合成员的身份正式出道 2016年加入了天天向上,成为天天兄弟阵容中的一员 他还曾担任净眼泪真人秀节目,创造101舞蹈导师 并凭借2019年古装仙侠剧,陈情令中的蓝望鸡一角色走红 2020年2月19号,发行合唱单曲《有你在身边》 王一博是个多才多艺,又是主持人,又是歌手,还是演员 还是一名职业赛车手哦 为什么王一博能坐拥3000多万粉丝呢?舞蹈能力 王一博曾经是创造101的舞蹈老师 示范了101女团主题曲舞,跳起舞来毫不逊色 他在各个节目上的solo表演就像是彩蛋的合集一样 一位酷盖又有才华,一碗三套造型令人惊艳 舞台上solo舞蹈更是让粉丝们疯狂 摩托车,说到王一博最喜欢的爱好,那摩托车一定要提 王一博自己早前在节目中就说过,他和摩托车之间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翻看王一博的社交平台,大部分内容都离不开摩托车这个爱好 他用王一博自己的话来说,如果摩托车是他的女朋友 那么他就是在社交平台上疯狂秀恩爱 天天向上的纪录片曾展示了王一博夺冠的过程 确实让人看了震撼无比 17年,王一博接触了摩托车 仅仅通过一年的训练时间 19年,王一博就取得了如此成绩 这也证明了王一博确实是有天分的,性格圈粉 王一博的高冷饭,交之难忘记 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有名的聊天终结者 和宋卓儿一起外出拍片时 任凭对方怎么说,都是不理不睬 你是我见过话最多的人 你家里人没有嫌你烦吗 王一博哪有什么人设 如果有的话,他的人设可能就是做他自己吧 王一博火了真好,那么多人为你而来 新的一年也要保持那份最珍贵的自我呀 众所周知,王一博因为网剧陈情令 挤身人气小声的行列 但是在出演陈情令之前 王一博就在各个地方露过脸 比如在综艺节目天天向上中 王一博就是这一个主持团的团宠 而如今王一博大火了 也就瞬间为天天向上这一个节目 带来了更多的收视率 只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天天向上也只能以云录制的方式 陪伴着观众们了 虽然很多人每一次看到汪涵一个人 孤零零的在演播厅 与其他的弟弟们在线联络 让不少人表示心疼 不过能够看到偶像们的互动啊 大家也就一边心疼着一边支持了 而就在日前的录制中 本以为是再一次看到 汪涵一个人在演播厅的 但想不到这一次在汪涵身边 竟然多了一个高天鹤 这也让不少网友觉得 天天向上所有主持回归指日可待了 而在这一次的录制中 依旧是在线云录制的王一博 也是再度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次的王一博 还闹出了一些动静 在等待着嘉宾上线的过程中 天天向上主持人都迎来了午休的时间 可是在午休时间里写字的汪涵 却突然听到了一些声音 但汪涵顺着声音问起时 闹腾出声音的当事人王一博 就很直接的表示是他在玩扑克牌 仅仅是一句话的解释 或许汪涵没有听出什么 但是粉丝们却纷纷表示已经听懂了 王一博的暗示太明显了 根据粉丝的透露 王一博在之前录制天天云时间中 给大家表演了他心学的魔术 而如今离当初录制节目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那么久 王一博大概是有了很多的新魔术存货 在节目午休时间玩扑克什么的 大概也是在暗示节目组给个机会 让他展现自己的新魔术吧 于是粉丝也是直接留言 向节目组求情 给孩子一个变变魔术的机会吧 只想说王一博想变魔术的话 其实可以明示的 毕竟你是团宠嘛 恒电最近有不少剧组都复工了 王一博和赵丽颖合作的有斐剧组 也回到了恒电 但是因为疫情还是比较严重 目前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 所以回到恒电以后 其实安全隐患还是特别大 首先是复工前的准备 恒电的工作人员 包括剧组中的每一个人 都要做好充分的措施 回到恒电以后 也不是立刻就可以开拍的 王一博前段时间已经回到了恒电 但是要隔离14天才能够开工哦 特殊时期的特殊作坊 对于恒电影视城采取的措施 大家都表示理解 艺人们也是相当的配合 因为疫情逐渐好转 很多地方都放松了管制 可以自由出路 正是因为这样 恒电影视城同样迎来了许多的人 除了拍戏的剧组以外 前蓝探班的粉丝也不少 在隔离期间 演员们还称得上一句安全 但是真正开工以后 风险却大大的增加了 最近有很多人拍到了 明星们复工的照片 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 明星们简直使出了浑身解数 像秦然在口罩里面垫纸巾 而杨子直接就全身上下裹起来 戴着帽子 戴着口罩 穿雨衣 虽然坐起来麻烦了一些 看着也很搞笑 但是为了人身的安全 还是很值得的 和他们比起来 王一博就要简单的很多了 他只戴了一个普通的口罩 这让粉丝们极其担心 毕竟在横店不像在家里 拍戏也不像别的地方 人流量特别的大 再加上时不时会有粉丝啊 网友啊 前去探班追星 简直围得水泄不通 王一博就面临这样的困境 也许是很久没有见到王一博了 如今突然间宣布复工 刚露出头的王一博 就被围得水泄不通 寸步难行 而且他自己也没有做好安全措施 只是戴了个口罩 大家非常理解粉丝们见到 爱豆时的激动心情 但是也很为被包围起来的 王一博担心 因为疫情来势汹汹 规模太大了 导致全国的口罩资源 都非常的紧缺 王一博也只能戴着 普通的医用口罩 可是横店不像是其他的地方啊 人真的是实在太多了 普通口罩难免有一定的风险 看到被包围的王一博啊 粉丝们既是高兴又是担忧 高兴的是啊 终于能够看到王一博复工 这就意味着距离有匪的播出 又拉近了一天 但同时呢 也非常担忧他的身体健康和安全 毕竟工作虽然重要 但身体才是根本嘛 所以大家也希望剧主能够做好安排和处理 尽可能的保障演员们在拍戏期间的安全问题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疫情期间平平安安 在工作学习生活的过程中啊 人总是会随着周围的环境变化 而做出一些本意上的改变 而这种改变的微差 也是自己无法察觉到的 因为在变化的期间 同时也是在适应嘛 所以才发现不了 而对于旁观者们来说啊 倒是能轻而易举地发现其中的差别 否则何来的类似女大十八变的感叹呢 如果要把这惯例套用在追星上面 那也是可行的 粉丝们往往会感叹 孩子长大了 真的不好骗了 尤其是以冷淡性格出名的艺人身上 比如说王一博 他的梗直冷 哪怕是面对亲近的人 都不会缺席一分钟 但熟知他的人会知晓 这是王一博同学的魅力 别看他性子淡淡的 其实也是个热心肠了 只是平时不爱表现出来罢了 但其实要发展到如今的程度啊 当然是经历了一些过程中 这便是摩托姐姐们在考古的时候 很容易发出的一句感叹 孩子真的长大了 像是在以前啊 即便是让他模仿奇奇怪怪的表情包 他还会满意的接受 虽然很嫌弃 表示不喜欢那个亲亲的表情包 所以当着主持人小姐姐的面 很自然的把这个表情包放在了一边 理由是不想学亲亲 但对于其他款式倒也开心的收了 在不倦淡的五连拍中 王一博模仿了鼓掌 大笑 鄙视等等 很多我们常见的表情 从他的眼神中就能够看出 一种名叫认真的物质 听到主持人夸赞自己的表现后啊 获得粉丝送来的礼物 小尾巴翘上天的王一博小朋友 更是开玩笑似的 呼吁大家继续刷礼物 有求必应的他甚至还喊起了麦 大唱一人饮酒我毒醉 兴奋的不得了了 相信看到这里的各位 一定都会感叹 原来王一博也有这么乖的时候 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哪里像现在啊 有时候连基本的撒娇要求 都无法满足摩托小可爱们 惊非惜比啦 不得不羡慕起 从前就追过弟弟的粉丝们 能够看到这么稀有的画面 现在要是再提出 让他模仿表情包 估计某人想都不用想 就会拒绝吧 理由很简单 无聊或者不想做 不愧就是他哦 不愧就是他 不愧就是他